選擇籌碼強勢股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松心 昨天的美股稻窮上漲 但是另外三大指數 S&P500 納斯達克和費城半導體都下跌 尤其是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 尤其是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受盡了 受到Netflix重挫35.1%的影響 托類的納斯達克 其實跌也不是很深 跌1%多了 台北股市今天 老師昨天不是出量了嗎 昨天不是一根紅K嗎 今天 今天美股上漲的利多之下 道雄上漲 今天指數開高走低 來 我們看到交流指數 來 今天收一根黑K 昨天突破十字均線之後 今天在這地方收小黑 只是今天的成交量 並沒有持續的擴增 今天只有2400多億的成交量 那成交量不足 本來上攻就沒有力道 十字均線也下溫 可能十字均線要上揚 還得再過幾天 要等十字均線扣底低 低位接的時候 十字均線才會有機會走洋 目前還是在 有沒有 四個角 四個角 在四個角 四個角這個地方 17000點附近 其實是一個低檔的支撐 那上檔真的要突破要怎麼樣 要帶量 要帶量 前段時間在節目裡面持續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上個禮拜六 我們的線上說明會 就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判斷大盤低檔的方法 我本來在節目裡面是沒有公開的 我只是在大世界化裡面提醒 是嗎 低檔以限 所以大世界化終於 我在19號禮拜二 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上個禮拜六 已經在演講會跟大家說 K值跌破20 就來到超賣區 視為指數的低檔 就會出現強勁的反彈 甚至是回升 這是以往的經驗 看家圈指數 對不對 每次KD指標來到20 是跌破20的時候 這幾天 去年的5月17號 7月28號 8月20號 10月15號 今年的1月26號 3月8號 4月12號 4月18 其實KD指標的K值 都跌破哪裡 都跌破20 那跌破20之後呢 有沒有看到 這裡變回升 這個反彈 反彈 回升 對不對 反彈 反彈 其實在KD指標跌到20以下 幾乎都會出現 比較像樣的反彈 至少你先看反彈 會不會回升還不知道 對不對 可是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手上很多是弱勢電子股 大部分這一波反彈上來 除了所謂的檢測族群狂飆 這兩天生機類股其實也在漲 包括新藥的 還有農糧幹的股還在衝 可是電子力股就很弱 為什麼 你看到非常半導體 看到NAS它弱 因為升息的關係 可能所謂的成長股會受到壓抑 這就是目前所謂的分析專家 都在提醒大家 為什麼電子股會很弱 就告訴你這樣的理由 因為升息 因為利率往上 對成長型的電子股 可能因為成長型 未來可能要求的本益 變比較 怎麼樣 比較嚴謹一點 因為利率往上升了 所以這段期間 很多持有電子股的朋友 真的是有點灰頭土臉 很痛苦 可是今天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有些升息股在回檔 當然還是有升息股漲的 農業的概念股好像也不錯 可是最近比較弱的電子股上來了 今天一些電子股開始出現反彈 尤其是跌升的電子股 看起來還是第一隻腳 大盤打了四隻腳對不對 有了電子股 今天才是第一隻腳 那有沒有機會上來 我在禮拜 當時禮拜六的說明會 有跟大家分享 低檔的要怎麼看 高檔的要怎麼看 因為我說 當大盤在低檔的時候 選股反而變得簡單 因為兩種情況同時存在 一種是大盤還在低檔對不對 大盤這裡低檔高檔低檔 距離高點還很遠對不對 大盤在低檔 可是股價已經領先創新高的 那個就是最強勢的族群或者是個股 當時我們手上的 例如說節能股 風力發電股 是不是 持續的創新高 這就是所謂的領先股 它領先大盤 另外一種就是 當大盤在底部的時候 當很多股票也在底部買 老師那底部的可不可以買 你以前說底部的你沒興趣 對 底部的股票 我本來就不是很有興趣 除非怎麼樣 除非它爆大量 因為底部的股票 大家也知道 一路往下走 這裡是套牢一托拉庫的人 對不對 例如說現在 這裡反彈上來 這裡有人套牢 這裡有人套牢 所以 這裡比較低 這裡比較高 高檔套牢的人 必須低檔要換手量 或者是 衝上來這個地方要爆量 把這裡的量 這裡的套牢籌碼 換到新的有性新人的手裡面 它才會繼續漲 所以量很重要 所以 突破形態的 領先創新高的一種 另外一種 如果要選底部的 要選底部爆量的 所以這波在低點掌握 精不精準 那我也把方法跟大家分享 而且我記得在 你拜天的大世界話 就跟大家分享 要出量 就昨天嘛 昨天亮亮潮 昨天出量了對不對 亮亮潮擴增 其實這個 昨天是禮拜三 其實我在禮拜天 我就在大世界話 跟大家分享 那低檔 這麼多的條件 其實都符合 我也在大世界話裡面 或在我的節目裡面 提早跟各位分享 這裡的低檔 這裡的高檔 和這兩個低檔 我都說機會來了 對不對 這裡說機會來了 這裡建議什麼 還記得吧 和談露宿光 建議各位賣股票 對不對 那個時候剛好是 清明廉價前 4月30號 4月31號 你都還來得及賣 我今天就不再贅述了 那現在呢 現在你是要看到機會 可是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都是掌上來才看到 所以我昨天不是說了 做了一張字卡嗎 這個啊 各位啊 機會來了 你要先相信才會看見 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都是怎麼樣 先看見之後 我才相信 對不對 股價一直漲 一直漲 一直漲 終於看到股價漲了 終於看到利多 你才相信 是不是這樣子 都是這樣子吧 低檔你一定不信啊 你想想看 每一次的低檔 你哪一次也相信啊 你在低檔 沒有把股票給賣掉 就算厲害了 對不對 每一次低檔都是利空啊 剛才各位看的那些什麼 KD指標20以下呢 哪一次不是利空啊 對不對 哪一次不是利空 去年5月這是利空啊 三級警戒啊 對不對 去年這裡 大陸的集團 最大的什麼 地產集團 對不對 恒大集團 出問題 對不對 停牌 是不是 變成這樣子 這裡 每次不是疫情 疫情完全是戰爭 每次的低點 這樣說吧 指數會來到低點 一定是發生什麼 一定是發生利空啊 不然怎麼會是低點啊 一定是發生利空啊 只是 在利空發生的當下 你不知道 未來還有沒有更大的利空 所以你會很擔心的 在利空的狀況下 把股票給賣掉 因為你賣股票的邏輯是 擔心未來會更差 擔心未來會更壞 擔心未來股價會更低 所以先賣 對不對 我之前也說過 賣股票兩種 一種我漲多了 漲夠了 我獲利了 我賣 另外一種是 待會可能會更低 明天可能會更低 未來可能會更低 所以先賣掉 對不對 在低檔會賣股票的利空 就是這樣出現的 低檔是不是這樣出現的 是嘛 所以回想每一次這些 這幾次好了 每一次的低檔都是利空 那個時候你的想法是什麼 站在買方嗎 不太可能吧 是不是 沒賣股票偷笑了 但是這一次 你站在買方還賣方 我們站在買方的 對不對 高檔什麼時候建議各位站在賣方 這裡 和談露宿光建議各位站在賣方 現在 就像我們張錫理事長說的 對不對 這四大利空不是跟我講的一樣嗎 通膨升息戰爭和疫情 這四大利空 解決了沒有 所以台股才會在低檔整理 對不對 如果你看到都沒利空 大盤就是高檔了 所以我說 你不要總是看到了你才相信 應該是 你相信 你要先相信 你就會看到了 知道沒有 今天我們調節了一些股票 也滿有趣的 或者說 老師你為什麼賣它 不是很好嗎 領先大盤哪一檔 元金 昨天外投分比還第二名 一天的外投分比 對不對 一天的投分比還第一名 頭戲買爆了 是不是 十二天的外投分比 也是第一名 籌碼是不是 名列前茅 外資投心聯手買燒 老師你今天怎麼會賣它呢 為什麼 其實我們底部買上來了 對不對 底部買上來了 爆大量黑K 反正那時候剛布局 來 一路往上走 一路往上走 18號 創收盤新高了 元金嘛對不對 19號再創新高 法人有沒有 法人高持股 來 19號 爆大量黑K過了吧 是不是 這個大量黑K有沒有過 過了 今天我賣了 為什麼 我賣一半 為什麼賣一半 不全賣呢 因為 它還是多頭線型 也沒有出現平倉情況 為什麼賣 因為昨天 有短線 很多短線大戶進場 短線大戶進場 也就是說 它今天要賣 對不對 我們今天在這裡賣 我沒有賣到這裡 我賣到這裡破線了 這裡賣掉了 因為這是我們今天的 平均價位線 衝上去 這裡 勾不上去 我在這裡把它賣掉 賣一半 也就是說 我看到短線大戶昨天進場 這就是籌碼 你看到了三大反昨天還在買 對不對 外投本比 12天的外投本比 昨天的投本比不是第一名 昨天的投信不大買嗎 老師 昨天的投信大買 今天把它出掉 為什麼 投信也不做短 你不是投信都不做短嗎 對 但是有的投信買 昨天的那支大戶 昨天的隔日沖大戶 買的比投信還多 所以也許今天投信還在那買方 但是內支大戶的籌碼實在太多了 今天內支大戶要到 那我們也跟著先賣一些吧 我們先賣一半 那賣掉那一半 有價差我們再買回來就好 所以有些時候 大盤目前量縮的時候 我們一半做波段 一半我們也可以拿來做價差 稍微投空我們也剩下一半 也就是說一半的持股 大盤我們買到對的標的對不對 還沒平常信用 我們先波段 就波段操作 有一半我們就波段操作 另外一半 有的時候盤中急 你沒出 待會下來 有些會員在問 老師 剛剛怎麼不出一下 我們常常說 我們又不是審 事後掉下來才說 老師這個地方應該出 但是當我看到 可以賣出機會的時候 我還是 我也會做動作 但是我要跟會員說明 我不會每檔都做價差 了解嗎 至少我們都 像上尾投空 我們獲利30%了 能不能做一下價差 漲多了我們出一半可不可以 所以操作上 我的邏輯是這樣 我們選擇好的標的 這些標的 是不只是所謂的三大反重壓 因為三大反重壓 像我在節目裡面 秀給各位看的 比如說 K線下面的 可能是投信買賣超 或者是三大反買賣超 當然 因為三大反買賣超 它是個公開資訊 你都看得到對不對 我們在我們的大世界化 是用比重給各位看的 比重 就跟大家看法不一樣對不對 像元晶 其實上尾投空 也都在三大反 集中買超的排行榜裡面 還有一些重點是 老師 有些籌碼是看不到的 公司派業內主力大戶 大股東 中石戶 他們的買盤 即使公開資訊 你也不曉得 他是張三李氏買的 不知道 你只知道是某一家券商 某一家券商的 某個分點買的 所以要精算這些籌碼 就沒那麼容易了 三大反的籌碼 我晚上可以整理 表格給各位對不對 但是 所謂的大戶的籌碼 我們沒辦法把它數據化 我們只能說什麼 我們只能打分數的方式 把好的籌碼 鎖在口袋名單裡 這些股票籌碼好的 可能兩三百倒 等到什麼 等到 等到 等到攻擊量出現 大戶要點火的時候 我們再出現訊號 像今天我們買了一檔 大戶點火的股票 待會我會跟各位分享 所以操作上你很簡單 跟著誰做 跟著我們做 上尾投控 我們也上一半了 從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從一百零幾塊 到一百三十幾塊 30%了 30%了 我們這樣看 上尾投控是這樣上去 對不對 大盤呢 大盤上去就下來 都在混 對不對 3708 3708 打不進去 好 沒關係 我們看可以 我們看字卡就好了 所以很簡單 跟著誰做 跟著我們做 每天晚上大世界話 要不要錯過 你當然不能錯過 你一定要看 只是我的大世界話 比較晚一點 比較早就醒的投資朋友 你就隔天早上起來 你一早就看得到了 大世界話重不重 當然重要 我幫各位打造了一個 專業操盤所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 左邊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邊是Lite8的QR Code 趕快成為我們的好朋友 那怎麼看到大世界話呢 來 怎麼看到 加入籌碼大師的Lite8 然後你點擊你手機 右上角的記事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Polo Polo圖 圖卡 我們的學堂 還有我們的節目 剛剛跟大家分享 其實 機會是 要給準備好的人 你要 要相信你才會看到 你不要總是什麼 總是 看到了你才會相信 對不對 你看這一波 我說底部的股票 來 底部的股票 先看亞諾法吧 泰伯 泰伯這裡 你看 法人 下面是法人指標 三大法人 有沒有一路買 對不對 泰伯法人真的是一路買 所謂的檢測四雄 泰伯 那亞諾法呢 亞諾法是這裡跟各位追蹤的嘛 對不對 來 亞諾法抽上去之後 我們看亞諾法的籌碼好了 亞諾法的籌碼比較有趣 這裡沒有買 這裡才開始買的 有沒有 法人幾乎買在高檔區 有沒有 法人幾乎買在高檔區 老師 那奇怪 那你這裡訊號怎麼來的 就有會員在問 對不對 泰伯看得出來 對不對 泰伯反而在起賬點就開始買了 亞諾法老師起賬點反而都沒買 反而後來才追的 最近反而好像套牢 對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老師這個訊號 你不是說 量價籌碼精算嗎 我算一算 他反而亞諾法就沒有籌碼 嗯 有趣了 我們再舉幾個例子 看瑞基好了 瑞基有沒有法人籌碼 我們來看一下 看今天的吧 法人也追在差不多相對高喔 追到前天喔 法人啊 前天才買的 這裡也有買 買了不多 反而還做得蠻短的 買進賣出 買進賣出 有沒有 大概是這裡才開始追的 這裡 這裡有啦 赤股不多 這是瑞基 ABCKY呢 ABCKY來 低檔在這裡 你看ABCKY低檔有沒有訊號 有訊號 老師 ABCKY反而沒買 沒買 好 重點是什麼 我剛剛提到的 有沒有籌碼 比法人還多的 應該有吧 公司派大股東籌碼 應該就比法人多 對不對 所以 法人不是 所謂的籌碼 不是你只看 你看到的 每天在公開的媒體上面的 三大反而買賣超 排行榜 只是這麼簡單 而我們已經更進一步 把各位算 把籌碼結算成比重 然後每天在大世界話 跟大家分享 這六張表格 還有一些籌碼是看不到的 這個就真的沒辦法 我們只能用打分數的方式 就像這些股票 低檔 對不對 有的有訊號 幾乎都有訊號 這四張股票都有訊號 可是呢 有的沒籌碼 是不是 有的沒籌碼 真的有籌碼的呢 真的有籌碼的 只有泰博 還有亞諾法 對不對 另外兩黨沒籌碼 那這個怎麼算出來的呢 這個就是 這就是學問 所以我覺得 你不用懂這些籌碼的精算 因為對你來講 像我 包括我自己 我要算出這場籌碼好不好 算半個小時才算不出來 因為牽涉的東西太多了 我只要把公司交給他 由他去算 很簡單 訊號出來你看得懂 就照做就好了 就那麼簡單 今天我們也進場了一檔 籌碼加的標的 基本面也不錯 然後形態是剛才突破 而且離法案成本也不遠 到底是什麼股票 我們先進廣告 下階段回來 Panasonic空調 八連霸 省電超越一級 春霸有禮 現在買草禮六選一 直到四月底 Panasonic 永城國際投稿 明知誠信 專業 客戶至少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扎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永城國際投稿 擁有完善制度 頂尽應軟體設備 支付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用精疲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用投資的獨二選擇 永城國際投稿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永城國際投稿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萬應白花猶 晚應白花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们六分钟大家开心的栽栽花 好玩的 好玩的 好玩的就好了 好玩的 冷静护一声 为什么要有时间 还是时间到这边会开始杀声 爱美诺美白修护霜 综艺玩很大 2 2 1 正容坚强 就演唱木管乐器的对决 选举不公 我们要验票 就在Mubry一节守护行动里 我爱BV秀 掌握市场先机 中市给您独到的投资建议 每周一到周五 下午2点 筹码大师 请看中市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欢迎再回到筹码大师 上个集团跟大家分享 其实大盘 现在是高档还低档 显然是低档区 对不对 我已经举过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其实上礼拜六 这是上礼拜五 对不对 我们礼拜六线上说明会 老师我错过这一小段行情了 现在也没有跟上了 刚才不是说吗 你要先相信你才会看见 对不对 机会来了 怎么把握 你总要先相信吧 对不对 现在你看到上来了 来不来得及 其实还来得及 因为他还没拉开涨幅 量也还没出来 你还来得及 但有些股票已经 陆陆续续在发动了 今天我看到一些电子股 低档的在发动 至少只跌信号出来了 只是这些电子股我目前还在看 他总要打个底吧 今天可能是V转的第一根 所以当这些股票出现买点的时候 我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有一档股票 我说今天我们进场了 这档股票 老惠都很清楚 我最喜欢这种股票 对不对 我那天在演讲会是不是也说过 也说了 说了什么 当大盘在第一档的时候很简单 选股票很简单 大盘不是在低档吗 这档股票还创新高 对不对 当然目前不是他股价的历史新高 但是他的营收是历史新高 各位你看他股价有几块对不对 对不对 你知道他历史新高的股价多少钱 120几块 他股价几乎腰斩 腰斩现在才六几块 但他营收 三月营收是历史新高 来 收费电竞和元宇宙的应用增加 潜在了疫情收费股 这个 我这里不写得太详细 还有好几样东西 切入空间清净机的业务 潜在了疫情收费股 切入电竞和元宇宙 再来 这个重点 这个重点 三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价里有几块对不对 去年赚六块多 去年赚六块以上 股价里有几块 三月营收历史新高 三月营收历史新高 去年赚六块的股票 股价应该一百多吧 现在就六十几 所以难怪大盘 噼里啪啦往下杀 他都不会跌 反正有没有买 一直在买 所以这个就是好筹码 锁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 我一直在等 我就等他今天出 等他出现信号 他哪一天出现我不知道 他出现 我一定要进去 就这样 那你错过没关系 他如果未来简单拉混 就跟上就对了 所以呢 我昨天不推一个专案吗 什么专案 受信大发的会场价 你错过什么 你错过 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六 我们的说明会没关系 那当时我们推的是什么 单股会员 小资族首选 因为我们大概就 只有两档股票 最多两档 多金族的最爱 对不对 我们艾讯 是 昨天才进场了 昨天才进场 我等 等他发动 艾讯呢 不是吗 昨天才进场了 对不对 昨天才进场了嘛 所以很简单 我专门吃法人豆腐 积极利用筹码数据 不畏惧 无差别砂盘 同时 时时都有什么 强势股的价差可以赚 所以你错过 礼拜六的会场 来 内行人都知道 会场价 会场价 内行人都知道 你就跟着我就对了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 自负专线 成为自负赢家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这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紧从参考 投资人已经独立判断 实施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刀 优优独立刀 优独立刀